大家好 今天是4月24日星期三 欢迎收听今日综述 我们首先看一下两岸新闻 下面请听报道 华尔街日报报道 美国正在拟定草案 对部分中国银行进行制裁 对北京施压 停止为俄罗斯军工产业提供支持 美国认为 中国的出口使得俄罗斯在西方制裁之下 仍能重振国防工业 如果美国确实把中国银行 剔除美元结算系统 对中国经济来说 是不是灭顶之灾 台湾资深政经评论家吴嘉龙 24日接受西网之声采访时表示 这种核弹级的金融制裁 会让被制裁的银行 没有办法再帮客户做贸易结算 客户找不到其他银行的话 整个贸易会停顿 等于是被迫要进入闭关锁国 因为你不能有正常的贸易 会造成进出口的全面停滞 以及大量的失业 你的出口受阻 整个GDP就掉下去 你的就业税收全部都掉下去 非常严重的事情 香港那边也会被卷入 吴嘉龙解释说 如果不能用美元结算 中国的贸易无法正常进行 中国的贸易对手 不管是从中国买东西 还是卖东西给中国 你必须找到一个替代办法 比如说原来欧洲 德国的汽车要卖进中国市场 现在没有办法卖 有没有办法找到新的买家 新的市场来替代中国市场 那一样在中国制造 能不能找到其他制造基地 来取代中国的生产线 所以从消费到投资 都是需要一个移转替代对象 这就是所谓的 自己也受伤的部分 应该对西方国家的影响会比较小 吴嘉龙认为 老百姓的日子会越来越苦 国家经济越糟糕 老百姓可能就越依赖政府 社会主义可能就越有吸引力 对它没什么关系 它不管经济 它只管政权 管权力的巩固 老百姓的经济不好 很可能就变得更乖一点 不敢有什么挑战当局的行为出来 以上是希望之声记者 菲珍攀祥的采访报道 彭博行业研究22号发布一份报告 去年估计有200名香港银行家失业 高级分析师弗朗西斯陈 在报告中写道 2023年香港投资银行分析师的薪酬 比新加坡、中国、日本高出30%到100% 而董事的薪酬高出40%到70% 由于中国经济恶化 香港资本市场低迷 银行高薪员工面临裁员的风险 更多的跨国银行可能会进一步裁员 另外公开信息显示 香港首次公开募股一直低迷 去年募集资金跌至20多年来的最低水平 今年第一季度 公开募股筹集的资金 近约6.05亿美元 再次下降29% 这是自全球金融危机以来 最糟糕的季度成绩 对此希望之声记者24号 采访了旅居加拿大的香港评论人士陆桥 他表示 中国经济恶化 以及23条出台 令香港受到冲击 中国的经济差了很多 这也非常的影响香港的情况 比如说上市的公司少了很多 香港的银行家能够制风的交易 就少了很多 这就影响了银行的收入 银行在这种情况之下 当然就是要裁员了 只好就裁那些薪水非常高的所谓的banker 那些银行家 另外陆桥提到 去年香港跌出全球十大货柜港口之列 因为外商不来香港做生意了 香港的行业是非常发达的 客运服务流都是非常有名 没有那么多的外商来香港做生意 这当然也就影响了航运中心了 为什么要避开了香港呢 讲来讲去都是因为 香港现在在整个国际政治地位方面 已经出现了很根本性的转变 陆桥担心香港的状况还会更糟 更多的银行家将会失业 香港现在就是因为有了国安法 又最近立了23条 那整个环境对外商来讲是很不吸引的 外商来香港做生意 就心里面觉得很不踏实 觉得很不安全 这些全部都是原因 那我们去别的地方 以上是希望之声记者 王倩攀响的采放报道 目前中共党规习近平又造出了新词 被网民担心可能意味着中国出现潜在实物危机 中共人民日报日前报道称 习近平在4月早些时候 在广东考察时表示 要解决好吃饭问题 保障粮食安全 树立大食物官 建立海上牧场云云 对于何为大食物官的疑问 中共党媒解释称 是要求粮食的来源多元化 保质保量 保证粮食安全问题 对此 自由亚洲引述经济学者秦伟平的话说 他认为所谓的大食物官的提法 是重复了中国人靠山吃山 靠水吃水的理念 现在官媒反复强调 就是因为中国粮食安全出现了问题 根据2020年数据 中国玉米、小麦、大米、大豆 四大主粮产量为5.6亿吨 总需求为6.79亿吨 出现缺口为1.37亿吨 秦伟平指出 习近平的说法更像是在说 你们不要太挑剔了 什么都可以吃的 不要只是传统的四大主粮 目前中国的贫富差距相当悬殊 存在大量低收入人口 同时中共治下一些食品加工厂 缺乏基本职业道德 制造出毒食品和制造假食品层处不穷 同时中共贪腐问题也造成乱象百出 近日河北一粮库传出 两年近万吨玉米不翼而飞的消息 引发粮食管理争议 有X平台公众号评论说 看来这次粮库没来得及及时着火呀 十几年了这贪腐是越打越腐 怪不得咬退大食物关了呢 而在关于询问什么是大食物关的贴文之下 网友调侃说 中共的大食物关就是告诉百姓 草啊 树皮啊 老鼠啊等 都是可以吃的 还有观音土 旅居美国的时事评论人士恒和认为 在文革结束之后 当局实行的包产盗户 则是允许农民自发进行半私有化 解决了粮食供应问题 而习近平当局想要用计划经济的方法政策 因此 他的所谓大食物关 难以实际推行解决中国的问题 要想解决中国粮食问题 只能靠市场经济和土地私有化 在今年的315晚会上 有20个话题讨论食品行业存在的问题 其中包括用狗粮原料制造的香肠等等 引发外界高度关注 恒和指出 中国食品安全问题主要源自政府 其政府并不完成职责 而且政府也是一个不守法的政府 所以食品安全问题没有人考虑 这与整个社会破坏法制有关 一个是立法问题 一个是执法问题 现在中国是根本解决不了的 因此中共在食品和粮食安全问题上 只是喊口号 网民评论说 方向没法指了 牛皮没得吹了 只能翻嘴皮了 也有的人旁敲侧击的说 中共的主张就是饥不择食 苟延残喘 我们再来看一下国际新闻 下面请听报道 欧盟正在寻求加强动用经济武器 来打击中共的不公平贸易 在日前采取了行动 欧洲联盟执委会23日突击检查了一家中国企业 位于荷兰与波兰的办公室 调查它的监视器设备产品 是否以国家补贴的方式进入到欧盟市场 知情人士透露 在当天上午 欧盟官员展开了突击行动 进入到了这家从事制造监视设备的中国公司 在荷兰与波兰的子公司的办公室 检查了公司的资讯通讯系统 欧盟执委会表示 这家公司是生产和销售安全设备的 在欧盟非常的活跃 欧委会突击检查了它的经营场所 欧盟当局没收了这家公司的IT设备和员工的手机 还检查了办公文件 而且要求取得相关的数据 自从2023年7月以来 欧盟关于海外补贴的规定 允许欧盟执行机构评估中方补贴 是否让中企在采购招标当中 提出过于具有优势的价格条件 以赢过欧盟的对手 欧盟之后针对中国公司启动了四项调查 欧盟已经利用外国补贴法规 来调查太阳能、风电和汽车产业的国家补贴 这次欧盟的行动引发了中方强烈的不安 位于欧盟总部布鲁塞尔的欧盟中国商会表示 对欧盟不合理的突击检查表示严重关切 但是欧盟并没有因此手下留情 随即在24号宣布 在中共党会习近平5月份计划访问欧洲之前 对中国医疗器械市场展开调查 这样做是为了解决有关中共不公平的 偏袒国内供应商的担忧 这也意味着中欧紧张局势会进一步的加剧 也等于再给习近平一个下马威 在23号晚上 美国国会参议院以79票对18票的结果 通过了950亿美元的对外援助计划 确保为乌克兰、以色列和台湾提供援助资金 其中还包括一项在美国禁止TikTok的条款 接下来等待的是总统的签字生效 之后TikTok面临的只有两个选择 要么从中共控制的中国抖音当中剥离出来 要么就是在美国下架 但是哪个选项对中共当局来说都是灭顶之灾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24号 已经开启了他的中国行程 法广报道形容 北京严加低防如临大敌 而党媒喉舌环球时报 更是直白的要求布林肯要放低姿态 说要先给美方打个预防针 提醒布林肯不要抱持压扶中共的心态来访 然而有报道指出 布林肯这次访问中国 手握着与中共谈判的外交大筹码 目前美国正在起草制裁措施 可能切断中共的一些银行 与全球金融体系的联系 使他们无法使用美元支付结算系统 阻止中共继续支持俄罗斯的军工产业 据报道 这些银行是对俄罗斯商业出口的关键中间人 负责处理付款 并与客户的贸易交易提供信贷 有几家中国银行可能会因为美国的制裁 而失去获得美元的管道 与欧洲的贸易关系也可能会恶化 美国希望借此来说服中共当局改变立场 如果外交手段无法说服中共 限制对俄罗斯的出口 那么对银行实施制裁将是升级选项之一 报道还说 切断中国银行的美元交易 杀伤力比针对个人和企业的一般制裁要更大 足以迫使银行倒闭 所以通常都作为最后的手段 这也是美国对抗金融机构的终极武器 布林肯预计还将就台海问题 芬太尼管控等问题与中共当局进行交涉 分析认为 在目前中国经济面临巨大的困难的当下 布林肯拿着这个杀手锏去和中共谈判 估计只会让习近平进退两难 美联储推迟降息 有观点认为首次降息可能会出现在6月份 不过有专家认为 降息可能导致美国金融市场崩盘 美联储暗示立场可能会转向鸽派 令股市债市双双提振 传奇避险基金创办人 史批茨纳格尔说 尽管人们普遍认为立场转向鸽派是好事 因为可能代表降息 但是实际上只有经济明显陷入衰退 美联储才会降息 史批茨纳格尔建议 市场应充分利用当下对经济的乐观情绪 因为一旦美联储降息 美国金融市场可能面临剧烈的崩盘 自从2022年初以来 美联储已经加息了525个基点 以防止通胀飙升 史批茨纳格尔并不认同 美国经济的韧性 让市场对不着陆持乐观态度 他认为利率若持续增高 最终将戳破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信贷泡沫 针对美联储核实降息 法国巴黎银行财富管理表示 6月份会是首次降息核实的月份 预估今年降息3次 共计降息75个基点 2025年预计再降息4次 共100个基点 法国巴黎银行财富管理 将今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 预测从2.0%上调至2.8% 美国消费者物价指数CPI 预计由2.7%上调至3.1% 都高于彭博共识预期 多谢您收听这次的今日综述 再见